这也是我见过最皮的熊孩子 把书包交给母亲后 像皮脱缰的野马一样就冲了出去 不料 开车的男人瞬间就慌了 可他并没有下车查看情况 而是直接逃逸了 不久后 交警和医护人员就赶了过来 赶紧将小男孩送去医院 交警队长秦大勇赶紧将这件事情 告诉给了高局 让高局感到疑惑的是 现在已经实行了交抢险 又是在市区发生了事故 即使报警抢救就行了 肇事逃逸问题不是更大吗 这件事应该没那么简单 秦队也这样觉得 之后高局就安排了 刑警队的曹立民过去帮他 挂断电话后 秦队也赶紧下达命令 让交警队员们赶紧寻找 那辆赵氏的桑塔纳车 另一边男人逃离现场后 赶紧拨打了一通电话 随后他将车开到了一处 偏僻的地方 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看来这就是让他宁愿撞人逃逸 也不想让警方找到的东西 是什么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之后男人拿出汽油倒满了整辆车 一把火将汽车点燃 随着一声爆炸 整辆汽车燃起了熊熊大火 当他以为天衣无缝的时候 他忘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咱们稍后再说 接到高局的命令 曹队立刻带着助手刘毅 来到了交警队 在跟老同学寒暄了几句后 赶往了现场 与此同时 交警孟刚发现了 正在燃烧的桑塔纳 赶紧报告给了指挥中心 秦队和曹队得到消息 赶紧赶了过来 只是撞人逃逸 就把车给烧了 看来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男人以为自己把车烧了 刑警们就找不到他了 然而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就是没有把车牌给带走 只要车牌在 找到他 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此时男人来到了一个女人的家中 将那包东西交给他 他叫洪姐 之前男人急忙打的电话 就是给他打的 洪姐看到东西还在 长出了一口气 他让男人去自己老家躲躲 等事情过去了再回来 随后拿出了一万块给他 让他买些衣服什么的 还告诉他别回家了 直接走 男人拿着钱正准备离开 洪姐突然从身后抱住了他 说等这件事情过去了 你离婚咱俩结婚 这富烂格力的 看来事情过不去了 男人离开后并没有直接去车展 他没有听洪姐的话 先回了家 他告诉妻子 自己要出眼门 这段时间就不回来了 将一部分钱交给了自己的妻子 跟妻子寒暄了几句后 赶紧离开了 而他这次回来 也成为了案子破获的关键 次日高局就召集了众人开会 因为这起案件十分恶劣 上级要求他们限期破案 而且撞人逃逸 还把车给烧了 这不就是在跟警方挑衅吗 高局让曹队介绍一下情况 曹队给出了三个疑点 一 司机当时为什么开那么快 他在干什么 二 司机为什么撞了人跑了 三 司机为什么把车给烧了 曹队觉得 要先顺藤摸瓜 找到车的主人 这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随后高局成立了专案组 由曹队担任组长 专案组成立的第一件事 自然就是来看望受害者家属了 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痛处 我想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吧 经过交警们的调查 车子的主人查到了 他叫许大年 曹队让小刘查一下他的住址 不用做外围调查 直接接触这个许大年 然而此时的许大年 正悠闲地躺在火车上 回忆着自己和红姐的一切 现在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只是红姐的一个工具人罢了 另一边曹队带人来到了许大年家 自然是扑了个空 曹队问了许多问题 可他的妻子什么也不知道 只知道自己丈夫出去跑生意了 丈夫的车子也确实是辆桑塔纳 简再问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曹队就带人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 助手小刘觉得这个女人 似乎在隐瞒什么 或许他其实知道许大年的一些事情 但在犹豫说不说 曹队也这样觉得 于是派小刘 晚上再去接触下这个女人 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再套出些东西来 回到警局后 曹队让小刘去下技术处 24小时监控许大年的手机和他家里的电话 此时的红姐正在超市里闲逛 见四周无人 他将一个箱子放到了超市的保险柜中 出来后 他又给许大年打去了电话 说过几天就去找他 晚上小刘独自来到了许大年家 开始询问他的妻子 见只有一个人 妻子也不藏着掖着了 他告诉小刘 自己丈夫之前帮别人运货 但他嫌钱少 就想自己做买卖 但现在他在干什么 自己就不清楚了 而且大年每次出去 都会有一个女的给他打电话 听声音十分年轻 大年经常叫他红姐 他担心自己丈夫会不会有了外遇 次日 小刘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曹队 曹队认为 这个叫红姐的女人是个关键 敲山震虎 让他们懂咱们才能找到他们 让电视台继续报道车祸的事情 把掌握的车牌号公布出去 可曹队并不知道 正是他的这个决定 让许大年丢掉了性命 这个男人就要死了 但他还不知道 还在幻想着 跟身旁的女人未来美好的日子 车牌号的信息公布出去后 江红正好看到了这个新闻 他开始坐立不安 满脑子想的都是许大年被捕 将他供出来的事情 这让他连觉都睡不好 越想越害怕 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杀人灭口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拿着行李去找许大年了 曹队这边准备去建材市场看看 问问认识许大年的人会说什么 刚来到地方 就听见三个人在议论许大年和红姐 小刘赶紧上去 询问女人的消息 正巧 一个小伙子知道红姐的住址 曹队立刻让他带路 在小伙子的带领下 曹队来到了一处豪华小区 敲了半天门 并没有人回应 这时物业走了上来 询问他们等人是干什么的 曹队表明了身份 问物业401的业主去哪了 物业说今天一大早 就提着行李走了 去哪自己就不知道了 此时的江红已经坐上了 回老家的火车 在火车上 他梦到了自己被抓后 执行死刑的场景 吓得他大叫了出来 心想这个许大年绝对不能留 下了火车后 他马不停蹄地来到了许大年的住处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命不久矣 还以为红姐是之前的那个红姐 喜欢她的红姐 江红以接风为理由 给大年倒了满满一杯酒 大年也很爽快 直接一饮而尽 短短几分钟 四杯白酒下肚了 酒喝多了 尿意就上来了 在大年上厕所的功夫 江红将一包安眠药 倒在了他的酒杯中 回来后 大年一点都没怀疑 将下了药的酒 一饮而尽 吃完饭后 江红提议坐船玩耍 这时 安眠药的药效也上来了 大年梦到了自己 和红姐的美好未来 而她却没命享受了 被江红一把推到了湖中 杀完人后 江红也有些害怕 毕竟这是她第一次杀人 她来到了母亲家 看到心心念念的女儿回来了 母亲也十分高兴 从江红的话语中可以看出 她这次来是来道别的 杀人贩毒 哪一样都是死罪 只要自己被抓到 那就必死无疑了 虽然她是个 害人的罪犯 但她也是个 孝顺的好女儿 父母住的大房子 是她买的 还给父母买了30万的保险 可就算这样 也无法掩盖她犯罪的事实 跟母亲聊完后 江红以工作为借口离开了 另一边 曹队召开了会议 继续讨论案子 小刘通过对江红手机的调查发现 她和许大年两人通话十分密切 而且在事故发生的时候 两人前后通过三次电话 事故发生前一次 发生后两次 据小刘分析 第一次可能是江红给许大年下达任务 第二次是事故发生后 江红指使许大年把车烧了 第三次就是事情完事后 两人的后续行动 而且从这天开始 这两部手机再也没有使用过 种种迹象都表示 这两人绝对有问题 经过小孟和小刘的调查 终于查到了江红的一些线索 当地公安局的核队派警员 带他们来到了江红父母的住处 两人并没有告诉大妈真实情况 而是假装警民联系日来走访的 通过询问得知 大妈只有江红这一个女儿 而且她也十分孝顺 就是长期在外地工作 不能回家 也不知道 这位慈祥的母亲 得知自己女儿的事情后 会受到多么大的打击 回去的路上 核队给警员打来了电话 有人在公园的湖里 发现了一具男尸 身份证明是胡川式的 小孟猜测 会不会是许大年呢 到现场一看 果然没错 看来这次案子的关键 是江红 而不是许大年了 小孟赶紧将这件事情 报告给了曹队 曹队将消息 告诉了高局 高局提议 24小时监控江红 绝不能让她有再次犯罪的可能 这是我见过最狡猾的女罪犯 她故意说自己车子坏掉了 坐着邻居的车子 逃离了警察们的监控 晚上小孟和小刘赶了回来 小孟告诉曹队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那天就是许大年和江红 一起吃的饭 一起上了船 但是只有江红一个人下了船 随后将监控录像交给了曹队 有了证据 曹队下令立刻抓捕江红 此时的江红正在家中 他本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 杀掉许大年自己就安全了 当他往楼下一看 发现一个男人正拿着对讲机 这让他瞬间警觉起来 舒适东西赶紧下了楼 当他走出小区的时候 发现并没有警察围上来 他明白 警察们还没有抓到自己的证据 于是快步来到了车库 正巧一位邻居要开车出去 他就假装自己车子坏了 坐着邻居的车 逃离了警员们的监控 当曹队等人赶到时 警员告诉他 江红还在车库 于是曹队来到车库调查 发现只有江红的车停在这里 江红整个人都消失不见了 来到楼上 他的房间里也没有人影 曹队赶紧询问警员 十分钟内 有没有车离开小区 他们说 有辆白色的商务车 看来江红 就是坐着这辆车离开了 他让警员们 赶紧紧盯那辆商务车 监控的警员还在疑惑 江红是如何离开的 这时 那辆商务车回来了 两人赶紧走上去询问 才得知 江红是坐这辆车离开的 回去后 高局等人赶紧开会 讨论该怎么办 曹队提议 下达一份协查通报 严查车站码头机场 以防江红逃跑 但这个想法 很快就让高局否决了 虽然现在 有证据证明 他杀了人 但还没有直接证据 万一搞错了 那麻烦就大了 所以还要发动群众的力量 不动声色的撒网 果然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 短短一天时间 就找到了江红的位置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暴露了 还在和小女孩聊天 当他听到小女孩 说自己爸爸是警察时 他明白坏了 赶紧收拾行李离开 可已经晚了 曹队早就带人 在门口等着他呢 被抓后 江红十分淡定 仿佛这个案子 跟自己什么关系也没有 曹队问他的所有问题 他都回答得很流畅 而且将自己和案子 扯得很干净 见江红还不肯承认 自己的罪行 曹队拿出了监控录像 这明显让他有些紧张了 但他还是不认罪 毕竟警方没有他 杀人的直接证据 为了寻找证据 曹队再次来到了 江红的房间 搜查了半天 也没发现什么线索 但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江红那么有钱 家里却没有一件首饰和现金 在翻找柜子的时候 曹队找到了一个本子 上面记录着一串奇怪的数字 曹队研究了一晚上 也没搞明白 次日他叫上小刘 来到了好友周处长这里 他想让周处长 帮忙分析一下这串数字 周处长说他可不懂 于是叫来了一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可是行家 曹队将数字交给他看 问他是不是银行保险柜的密码 小伙子说不是看起来像超市保险柜的密码 于是全城的警员们对全城的超市进行了调查 发现了江红藏起来的箱子 打开一看可高兴坏了曹队等人 里面是毒品和银行卡 而且龙江的警察也调查清楚了许大年的死因了 贩毒和杀人 江红一个也跑不了 当他再次被带到审讯室的时候 已经上了脚料了 只有犯下杀人贩毒极有可能判处死刑的人员 才会带脚料 事到如今江红还是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 看来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曹队拿出了他藏起来的箱子 这让江红心里一颤 他知道自己完蛋了 已经无路可退了 最终认了罪 他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如此漂亮的一个姑娘 因为毒品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虽然他没吸毒 可贩毒比吸毒还可恨 有句话说得好 来钱的方法全都写在了刑法上 我相信当他的父母得知 住的房子是女儿贩毒赚来的 他们也会住不踏实